请进 院长 您找我呀 秦老师 是这样 这个是我们福利院的 中秋晚会嘉宾的宴请名单 你把它制成请柬 然后再发到每个人的手上去 好 院长 今年小萌也会来呀 是啊 孩子们喜欢她呀 再加上前一段时间 这社会上对小萌有一些非议 我想趁此机会 轻松一下 也表达一下我们福利院 对于小萌的感情 也是 要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孩子们知道了 肯定很高兴 千万别说 给孩子们一个惊喜 明白 那院长 小萌和周总的请柬 是要一起准备吗 周总跟小萌的 要不然我自己送吧 你把请柬写好了 你交到我这儿来就可以了 没问题 那我先去准备了 行 辛苦了 没事 喂 阿颜吗 我 我 你现在说话方不方便 方便 方便 是这样的 福利院做了一个中秋晚会 想邀请你们参加 你们来了 孩子们也会挺高兴的 只是盛海集团最近的项目 有一些突发情况要处理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 但是小萌一定会去的 工作是挺重要 不过阿颜啊 如果要是你有时间的话 你一定要提前告诉我 好 我们稍后再联系 进 请进 院长 小萌和周总的请柬 已经做好了 这么快啊 您看有没有什么 需要修改的地方 好的好的 我看一看 做得挺好的 谢谢 那行 请柬呢 就放我这儿吧 都几点钟了 你赶紧下班吧 您都没下班 我怎么好意思下班呢 算了 我今天都耽误你了 赶紧下班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也早点休息 别太累了 好 明天见 明天见 院长 你找谁 你找谁 你到底找谁啊 为什么要站在这儿 我 我就是看看 不好意思啊 看什么呀 鬼鬼祟祟的 一看你就有问题 小丫头 怎么说话的 谁鬼鬼祟祟的 我是来找周总跟小萌的 原来是找周总和小萌的呀 那您不早说 小萌和周总他们还没回来呢 您是 你们好 我姓林 是市福利院的院长 是这样的 小萌跟周总经常帮助我们福利院 这不是快到中秋了吗 孩子们准备了节目 做了一个中秋晚会 我给他们俩送请柬来了 既然他们俩不在家 我下次再来吧 打扰了啊 等等 进屋坐吧 小萌她一会儿就回来了 我们先进去坐会儿 等她回来 好吗 林院长 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啊 你是小萌的妈妈吧 我们应该没见过 这样 孩子们不在家 下次我再来拜访您 好吗 没关系 我们就进屋坐一会儿 等他们回来就行了 算了算了 真的 来 进去吧 这不太合适 不用客气的 真的 别客气 真的别客气 林院长 进去吧 您别害怕 我们太太 就是神志有些不太清楚 要不您就听她的 进来坐坐呗 说什么呢 什么神志不清楚 你才神志不清楚呢 我清楚得很我跟你说 你别听她瞎说 我 我就是 我有些事情我有点 想不起来了那个 但是你 但是你 你 我 我真的觉得在哪儿见过 叶女士 我们肯定没见过 这样 今天不合适 下次有时间 我再来拜访您好吗 肯定见过我跟你说 我记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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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进去坐一会儿 进去坐一会儿 这真的没事 就一会儿 您就进来等等呗 您看叶元阿姨 这个样子 您就能顺着的 进来坐好 进来吧 开门开门去 开门去 这样这样 进来吧 叶女士 我就小坐一会儿 孩子们要一会儿 没回来的话 我就走 好好好 下次再来好吗 来 请进 请 请 小心啊 您您 您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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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院长进来 这是我们家啊 快来快来 来 你坐下 别客气 您也坐 好好好 真的瞧 又碰到你了 你这耳环真好看 实在不好意思啊 林院长 我带叶阿姨出门之前 叶阿姨还在看照片呢 小萌说过 多给叶阿姨看看 以前的照片 有助于她的记忆恢复 也不知道今天会有客人来 弄得这么乱 我马上收拾啊 不用了 小玉 林院长是小萌的朋友 而且还是 对了 林院长 你认识阿颜吧 那我们俩之前 有没有见过面呢 啊 这个 应该是真没有 要不然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 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对了 我们看一下照片 我跟你说 这上面全是小萌跟阿颜 小时候的照片 他们现在都长大了 看 这是小萌 就是爱笑 还臭美呢 这个是她上幼儿园的时候 那时候正在换牙 她怕丑 双手还捂着嘴笑呢 你瞧这孩子多可爱啊 对了 这个是阿颜小的时候 你看啊 阿颜小的时候 真的很调皮 没少挨揍呢 她长大了你看 多帅啊 这个照片啊 是她那个时候参加一个比赛 然后啊 就还得了个金牌 真的很棒的 你看这个 林院长